与红海行动,以及战狼不同的是,吴京在流浪地球的电影中,没有凭借军舰,战斗机,等先进武器装备,以及特种部队的中国军人硬汉形象,就征服了广大的观众。 这部应科幻电影,超出了很多人的意外。 在以往,拯救地球的电影,都是由美国人拍摄,美国人担任主角,美国人充满了拯救人类的普世情怀。 几乎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,拯救地球的是中国人。 正因为这样,包括中国以至于美国之外,很少有以美国人之外为主角的拯救人类的应科幻电影。 中国影视界的大腕导演曾声称,如果拍摄中国人拯救地球,几乎没有人相信。 因此,几乎没有人投资这样的电影。 但是这次,战狼之后的吴军,在《流浪地球》这部电影中,扭转了这种过去固有的想法。 《流浪地球》剧照在《流浪地球》中,宏大的场景。 中国人的拼搏、智慧和牺牲精神,拯救了地球和人类。 观影之后,让人感觉这其中没有任何违和感。 好评一片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? 简单的来说,是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,让世人对中国具有强大的信心,才有了这部电影的巨大成功。 近年来,中国在科技领域是突飞猛进。 一大堆世界顶级的科研成果发布。 广为世人所知的,就有超级计算机、量子通信、中国天眼、嫦娥四号等世界顶级的科研项目,展现在公众眼前。 还有更多的材料、生物等基础科技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。 兼、二十隐身战斗机除此之外,中国军队近年来新装备不断闪亮登场。 包括首艘国产航空母舰、兼、二十隐身战斗机、东风、二十六反舰弹道导弹、零五五型驱逐舰、零五四A型护卫舰等等。 这些先进武器,可以媲美全球任何一支军队的装备。 特别是兼、二十隐身战斗机和零五五型驱逐舰,是全球范围内数一数二的顶尖武器。 虽然这些科研成果和武器装备,没有直接在电影中展现。 但正是这些科研成果和先进的新型武器装备,在过去五年集中涌现。 在观众心里打造出了一个大国的伟岸形象和强国的心脏。 才有了现在观影流浪地球时。 中国人拯救地球和人类的情节看起来顺理成章。 没有丝毫为何感。 外国人怎么看流浪地球,流浪地球剧照毫无疑问。 流浪地球的成功,也让西方人感到震动。 有国外网友就说道,美国已经垄断科幻电影很久了。 中国的这部电影让我很激动。 更有网友直接说道,这电影太棒了。 真正的史诗剧作。 美国人会接受这样的电影吗? 在一些互动中,看到很多美国人,期待这部电影在美国影院上映。 而印度人对此的感受,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。 有印度人说道,宝兰屋的电影形式已经固化了。 印度人能够拍出像流浪地球这样严肃的硬科幻电影吗? 另外,这部电影展现出了中国人超强的想象力。 以往在好兰屋的作品中,都是人类怎么逃离地球。 这次很意外。 中国人是直接带着地球来了一次逃离太阳系冒险之旅。 再言。